着亮机,用更少的钱,玩更好的手机 体型都异常的巨大,这主要分布在两个时间段 分别是距今三亿年前和一亿年前 共同的特征是氧气浓度都非常高,达到了30%以上 我们现在地球的氧气浓度仅有21% 氧气会直接影响到动物的肌肉体型生长 有些靠皮肤气孔呼吸的昆虫,个头也变得相当大 远古时期的蓝鲸,体重高达170吨 长30米,光是舌头上,就能镇50个人 还有一点就是,达尔文的间话论中所说 物尽天责,适者生存 石草动物都长得那么高大,肉食类动物 如果跟现在的猫猫狗狗一样,迟早会被饿死啊 于是基因慢慢产生变化,开始改变结构 爪子牙齿变得无比功利,肌肉组织更加强壮 更利于捕捉猎物,但不一定个头大就活得长 反而容易成为大自然毁灭的目标 在大灾大难来临时,个头大的动物,例如恐龙 就会彻底灭绝,连条毛都不剩 相反,老鼠,蟑螂,蚊子这些,则逃过一劫 永远和人类当好朋友 在大自然面前,人类是弱小的 说不定哪天就会灰溢一袖 但也带不走一片银彩 各位小伙伴,你们有见过巨大化的动物吗? 又是一种什么感觉呢?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,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 请不吝点赞广告